近日,自《特战荣耀》开播后,热度就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节奏 作为男主的杨阳更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只不过,要想在演艺圈走得长远,光靠颜值是远远不够的 还是需要靠作品说话 新剧《特战荣耀》中杨阳饰演的角色名叫《面破月》 人物设定是一个技能突出,却于集体格格不入 剧中,杨阳也确实演艺出了这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将人物的优秀与孤立呈现在观众眼前 尤其是打气,拳拳到肉,看着就过瘾 一声正气,加上坚毅的眼神,妥妥的硬汉形象 但最后,杨阳还是没有逃过油腻的吐槽 其实,这不是杨阳第一次被贴上油腻的标签 2016年,让杨阳凭借《肖奈一决》迅速走红 自此,片约不断 角色讨喜,剧情给力,新题材新颖 其实,有不少网友质疑杨阳的演技像面瘫脸 但凭帅气的外表,还是劝了一大波的粉丝 肖奈的性格高冷化少 就杨阳的表现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 只是,有些肢体动作看着还是僵硬的明显 名声越大,观众对杨阳的关注度自然也就越高 脱离了肖奈的光环 质疑杨阳的人也越来越多 后来,杨阳出演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鼓动乾坤之英雄初少年都被嘲讽过一波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杨阳饰演太子叶华 对戏的女主是刘亦菲 剧中,杨阳有一些耍帅和调戏女主的场面 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反而被指含有量过高 部分动作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只要杨阳没演一部剧 就会被某些人嘲讽油腻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收钱 专门黑人的 的确,杨阳在《五动乾坤》中 灵动的表现着实有些用力过猛 表情也有些许的浮夸 但杨阳的好剧也自然不少啊 比如,杨阳在《全职高手》中的夜修 剧中很多游戏中的拍摄 全靠演员自己想象的画面来进行表演 不仅考验演员的体力和耐力 更是要有很高的专业性 对于这一切 杨阳展现出来的画面效果 还真是挺不错的 演技好评不断 特别是全程专业搞事业的剧情 更是让人追剧 追到停不下来 杨阳的《极先锋》更是拿命在拍摄的 连成龙都对杨阳好评不断 你是我的荣耀 杨阳的演技那更不用说了 全网四十多个冠军 杨阳的鱼土眼神中带着不少故事感 不再像以前那么空洞无神 加上杨阳和迪丽热巴在剧中全程撒糖 也是让网友磕到停不下来 可以说你是我的荣耀 又让杨阳再度火了一把 身价也是翻了又翻 代言更是接到停不下来 除了影视作品之外 杨阳也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 比如元气满满的哥哥节目中 放飞一次我的杨阳 也是带给观众不少乐趣 青春环游记 自从有了杨阳的加入 也撑起了一定的收视率 如今杨阳在《特战荣耀》中 饰演的军人艳破月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皮肤有黑 寸头加上身姿挺拔 颇有军人的风范 不失阳高之气 尽管是军旅剧 《特战荣耀》一上线 就冲到了第一的收视率 可见杨阳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 关注度高了 杨阳的演技 也就成了网友关注的焦点 有的认为 杨阳有些用力过度 油腻 太端着 表演痕迹太明显 总之就是没啥演技 对于演技 只能说 每个人的看法和倾解 都会有所不同 只不过个人觉得 杨阳此次饰演的艳破月 强是真的强 拽也是真的拽 但演技 也是明显有进步 比如 明明各项考核都是第一 却被调入了吹石班 演破月充满了愤怒和不甘 对于李杨的解释 最终只能选择隐忍 这些都被杨阳通过 隐神给诠释了出来 在被关禁闭的时候 因小时候遭遇绑架 而对密闭空间产生阴影 只能通过运动 来避免恐惧和不安 直到累到虚脱和无力感 这一点 从杨阳的眼神转变 就能明显感觉到 角色心理变化的不同 当艳破月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多多少少 还是能够看出 她对军人自豪骄傲的使命感 当艳破月 被敌人掐住喉咙 轻轻抱起的那一刻 看着尤为真实 丝毫看不出浮夸的演技 可见杨阳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 既演得了偶像剧 也能将有血有肉的 军人刻画的入目三分 尽管有不少人吐槽杨阳的演技 但支持的也不占少数 就连央视都两次出手 给予好评 或许是出身军役的缘故 杨阳在身子上有些端着 这种端着 往往也体现在表情上 造成的结果友好友怪 优势是气质出众 缺点则是容易被当成耍帅 其次 观众对于军旅剧的刻板形象 也是杨阳被吐槽的原因之一 不少观众认为 军旅剧应该是雪豹亮剑那种类型 对于小鲜肉出演的当代军旅题材作品 存在一定的偏见 比起高颜值全能的主角 他们更认可接地气 甚至口吐国粹的角色 此外 杨阳被吐槽油腻 剧情也需要背锅 特战荣耀讲述的是 艳破月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特战队员的故事 艳破月本身就非常的优秀 为了突出这一点 部分剧情开得挂过于明显 甚至出现逻辑问题 主角光环体现得淋淋尽致 剧情却变得浮夸 特战荣耀的剧情 虽然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理 杨阳的演技存在缺陷 但是好像也没有黑子说的那么糟糕 不说杨阳将艳破月这个角色诠释得十分完美 但是及格还是有的 特别是眼神戏的循序地计 说真的 某些人就看着杨阳不顺眼 比如杨阳的另一部剧 且是天下 昨日刚开播就被人刷满了差评 啥都不用说 就看杨阳的古装扮相 在当下的娱乐圈里 又有几个人能媲美 不管剧情好不好看 单单是冲着杨阳的颜值 这部且是天下 开播之后的热度就在一直的飙升 上线首日 全网热度第一 其实有些专门黑子 可能连电视都没有看一分钟就给了差评 杨阳本来就读的是舞蹈戏 跟演戏根本谈不上任何关系 只不过杨阳出道就是巅峰 她的一举一动被无限放大来看而已 自微微一笑很清晨之后 杨阳陆陆续续的也出演了九部作品 直到现在人气一直是居然不下 初代的四个流量明星 吴某凡出世了 陆寒消失了 林一峰演技被群潮了 就剩下杨阳了 从这里也看得出来 时间是证明娱乐圈里艺人最好的方法 杨阳出道十余年 如果没有优秀的品德 道德也不可能活那么久 演艺圈从来不缺一夜成名的演员 但是能够保持好作品的不断输出 也是需要不少实力的 或许就像杨阳自己说的那样 自己是小鲜肉 同时也是需要细品的红烧肉 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不知道你对杨阳的演技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